你好,我是王林 我是David 大家在之前的那个录像中见过David David 现在是在我们的五天的 这个课程的第二天 然后呢,想要David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这两天上课的那个 经历和想法 我们上课的过程中 就是,老师会让我们透过用纸笔写下一些事情 然后让我们就是找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再由自己去为自己找到答案 那像我们今天跟昨天上课的话 就是有上,像欲望 欲望就是有分五种 有金钱的欲望,对健康的欲望 然后,然后有 名誉 对自己名誉的欲望 然后健康刚刚说过了 哦,爱 爱 爱吗? 有爱 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欲望 对,那还有一个灵修的欲望 啊,你说的欲望 OK,我想的是 fear 是恐惧 恐惧,对 对,那就是 老师会让我们写下说 就是 我们对于每一项东西的欲望 但是就是有提到说 想要跟需要 就是我们此生啊 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着我们本来就是 需要的一些欲望 就是会 绝对会达成的欲望 就是 可能是你真正需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需要 但是,如果你是看着别人有 你也想要有的那一种欲望呢 就是 就是无底洞 就是像一个钱包 他就是给他剪开了 就是 就是钱怎么样都一直 装进去也一直掉出来的那种感觉 你明白吗? 对 对,你说的很好 他讲的这个很好 其实他讲的这两点 一个是 我们与生俱来 就投胎选的那个业力 就是 他的呈现方法呢 是 需要 就是可以满足 那个业力我们带来的是 比如说我要去 我投胎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后来那个是 就是他说是愿望 就是怎么都满足不了 那个是另一种业力 它是我们每天借来的 就是从看别人生活 其实跟我投胎没关系 就是像 比如说我投胎是来 要去美国洛杉矶住啊 然后我就是 看别人买鞋子 我就特意买鞋 买鞋子 这个就是你说那个想要 就是这个欲望怎么都 我买一双 我还想要更多 对 嗯 那就是 老师就是有让我们就是 写出这两种分别的欲望 然后 让我们自己去体会说 哪一种是真正的事 是需要的 就是你的兴趣 或者是你真的是 热爱去做的事情 那就会是你需要的 那如果是 看着别人拥有 有一台豪车啊 有拥有 别的同学拥有什么 你也想要跟着拥有 就是那种比较的心态的话 就是一种想要的感觉吧 对 对 那个是 人生不必要的 那个反倒给我们增添烦扰 对 所以就是让老师 老师让我们就是看清这一点 然后 也分别让我们写下了 就是对于 呃 七到 欸 小时候是几岁啊 一 三到七岁 对 三到七岁 三到七岁 是一个阶段 对 是 然后就是 让我们写下恐恐惧 就是 呃 一些事情 那三到七岁的时候 是我们会对我们 那个是对身体的 身体上的恐惧 那就是 呃 七到十四岁是对性跟性别的恐惧 那 呃 十四岁到二十三岁 对 是我们那个 就是 辜负别人期望时候的 嗯 的 的 那就是 我们就是 我在写下的过程中 就是 呃 或许我们以前 都会 都会去 我们曾经有做错一些事情 或是一些难过的点 我们都以为 我们已经 嗯 解决了 就是已经 完圆满了 但是 当我们就是用纸笔写下这个过程的时候 才发现说 嗯 好像我们 其实 那个伤口还是没有好的 就是 我们搁在那儿 只是我们以为我们好了 嗯 对 那就是老是让我们就是写下的过程中 我觉得 我更发现自己就是 以前的一些 不圆满 都 透过这种方式 让它圆满 就是让我 其实是感触很多 就是这个上课的过程 我是 我觉得是 这个心理的课程是非常好的 对 它是胜过于 使用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它胜过于 第三眼的那些超能力 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 所想的一切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嗯 那就是 我自己才写到就是 哭了 你知道吗 哇 就是非常就是 把一些情绪都有 激发出来 然后 这个想法 这个认真程度是对的 对 就明明真的是在反省 对 然后老师就是有透过就是蒙上那个眼罩 然后让我们就是透过用尽心冥想的方式把我们那一些 呃 就是 愧疚感 然后恐惧 担忧 都是释放掉 对 我觉得是 如果在人生上面啊 有遇到问题 或者是总觉得说自己的人生过得不顺遂的话 都欢迎可以去看大师的YouTuber的影片 他在网路上也有中文的翻译的字 对吧 有一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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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其实没有啦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想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是 就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就是学习大师的精神 他的言论啊 他的 他包括他所讲他自己亲身就是去做 就是包括他的一致性就是都是非常值得让人家去学习的 所以 我往后还是会就是秉持他的精神 然后 继续就是在我的人生上面也可以就是像大师一样这样这么有的有 呃 这个叫什么 强而有力的认知 嗯 对 谢谢大家 很好 谢谢你分享我 我 我觉得David分的他分享很好 他 会把自己很细致的这个经历和自己的心路历程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会 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非常具体的一个对我们课程的了解 因为我在说很多理论就是比如说七个脉轮 每个脉轮什么什么什么情感 然后像你们现在开始上五天的课程是有人体有七层每一层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David讲的是我没说的那些就是非常具体的那些 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直观的你的每天的时间是怎么花在什么上面的 然后会有一个什么样心路历程的一个体验这样 嗯 或许以我们是学员的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会比较有说服力吧 我觉得就是毕竟是我这次也是来上课 我是以学员的心态去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吧 对 所以就是也是很诚心的跟大家分享 嗯 对 非常 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除了这些我们当然还有第三只眼那个超能力的显化 然后 我们这个课程呢虽然也是在网络进行 但是我觉得 你觉得呢就是差别其实还是挺大的 这个效果 因为来大师这边就是我自己身体就是感觉到就是很多 包括吃的东西啊 因为我们平常饮食或许都吃了很多就是像之前王林有说的就是我们都吃很多垃圾食品这样 就是大师讲的 对大师说的 对 他讲我就讲了 然后就是来这边就是都食用他们就是很有机的食物 虽然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会吃不习惯 但是我们也吃了快要五天 诶 第五天了 诶 四天四天也是蛮习惯的 那他的其实这边食物都还蛮好吃的 只是刚开始或许会吃不习惯 那我对那是我自己个人啦 对那就是还有 包括 呃我们显化超能力的部分就是 呃一种 就是一种觉知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觉醒 那 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过程中就是更 使用我们第三眼就是更活跃 然后让我们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那是一种直觉吧 就是但是大师就是他们是说是第三眼 或许我的体悟也还不够多 对就是慢慢慢慢的 你的直觉会增高了 然后对如果你是一个无脑的那个情形 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显化的是 思维阅读以及身体扫描 还有就是 思维阅读的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显化 就是一个人手写下一个名单三个人 然后这三个人的名字 年纪和他和我的关系 那另一个人扫描我呢 就能 告诉这三个人是谁这样 然后他年纪怎样 啊 这些如果你是无脑的状态 就是直接就讲了 很多人觉得他是 就是 推理 就是用推理的方式去 你觉得推理吗 不是就是推理 刚才那个词叫什么 那个 嗯 intuition 那个直觉 对有些人觉得他 我就直觉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就我就觉得是 其实他就是第三只眼显化 嗯 对啊 然后 你今天觉得很神奇哈 可以看到对方人手上那三个 就是 就是扫描的时候 就是那个答案 如果有就是有讲到 就很具体 而且还可以跟他讲 我们看到那个人是谁这样 大概长什么样子 对 然后对 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 这个好像这个超能力 我上一次跟那个五天的课程 好像还没有 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今天好像才看到一个新的 就是 这个四位阅读是一定有的 然后这个好像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就是小的一个晋级版 然后呢 啊 每一次来上课 这个大师也会根据大家这个团体的情况的不同 跟大家量身定做很多东西 所以如果有很多朋友会说你要发课表 我要知道你们每天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的课表有时候当天还在变 嗯 嗯 就是根据大家的需要这样 然后他们明天早上就会去做Oshad bath 就是那个仙丹呢 他们会擦在身体上 然后去洗澡 这个是我们十天以上的项目才有的 但是他们五天这个要求我们就给了 其实是嗯 看你明天分享 嗯 看你明天玩了这个感受 今天呢 嗯 那个因为那个Oshad bath 它是真的是 嗯 疗愈 嗯 效果非常强 因为它那个水是 嗯 在我们的最大的师婆林家上浇下来的 然后那个是很有 嗯 能量的 然后那个林师婆林家材料是有很多种 一千多种 好像是我记得 做的 然后就是很有能量 再加上这个Oshad 这个仙丹呢 它是有大师的超觉醒意识在里面 然后今天讲课老师就分享他当年第一次做这个洗这个澡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Oshad 好像就只是个林家的水 他讲 嗯 然后他当年 皮肤病嘛对不对 嗯 就是他说他那个 有多少年 十年 十年的那个皮肤 然后就是他洗完之后就是整个好了 连伤疤都 而且当天他就发现好了 然后连伤疤都没找到 都没有 就是很神奇 我觉得好神奇啊 明天就是还蛮期待的 嗯 好的 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Yananda Yananda